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证别师 你恐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 大家知道选举近了 其实政客当然要先保住饭碗 现在选举越来越近 欧洲主流政党最怕的就是极右翼壮大 而且现在极右翼我们经常说是聪明很多 他不再是卖太多的意识形态 他在生活 民生当中不断问你 你过得好吗? 为什么那些能源这么贵? 是不是有人跟你在赞饭碗? 这些民生的东西 他这样问一问你 但是已经可以 激起很多人的愤怒 原来现在 右翼 好像德国 他们可以吸纳到年轻世代 你记住 一般来说 年轻人就比较左翼一些 很多人就说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 很多 政治运动都源于是年轻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 就是有那种平静 亦都是 是被人觉得 未被这个社会 磨平了你的意志 原来 现在 一位 极右翼政党的人士 他的党就叫做 认同与民主党 ID 他就在社交媒体宣传 他就 问一件事 你想 比你父母更加穷吗? 连自己的屋 车都没有 一个月只能够吃一次肉 现在欧盟的政策 就对你了 因为他们推行的那一套 叫做气候无术 保证令你过不了 好像你 父辈和祖辈一样 富裕的生活 记住他现在是说 说生活的,说民生的 很难想象 这段 叫做 宣传的语句 他不是来自某个 宣传组织 不是全销组织 而是来自一个极有政党 欧盟党团 就是认同与民主党 叫ID 原来 这个刚才说的那位 就叫做克拉 克拉就是属于 德国另类选择党 他的身份 除了现任 欧盟的议员之外 还代表 另类选择党再次 竞逐今年6月 欧洲议会的选举 而且他也是政党名单上的 投码 这是投号人物 这位47岁的前律师 亦在他的社交媒体 有40多万个followers 这个短片 亦是 令到为什么这么多人 要玩社交媒体呢 因为真真正正有影响力的 也可能是社交媒体 有一半是来自另类选择党 被西方认为极右政党 而且令到 奉德莱恩 即是欧盟委员主席 很害怕政党 因为担心 是极右翼上台 应该这么说 原来社交媒体的流量 不一定 是可以转化为得票率 但是 你要知道他有些 议题 如果深入民心的话 都是令到主流政党 招架不住 比如 就是怀疑欧盟 以及 是 不要移民 不但 是有一些声势 而且声势越来越大 好像这个另类选择党 不但去年首次赢得 是市长的选举 而且根据 民调 机构 叫做欧洲选举的统计 当前另类选择党支持率 是有20% 已经成为德国 支持率第二高的政党 另类选择党的崛起 也引发6月份 欧盟是否能够 复制德国选举的结果 即是反对欧洲的绿色政策 以及是反移民的政策 他们就担心 但其实现在欧盟 行的政策 某个程度上来说是反移民的 不过他们就温和很多 原来 有一位叫民粹主义 研究专家 叫北思康 他在研究报告当中 这份报告的名字叫做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环境政策 就说 极右翼政党 好像另类选择党的崛起 对于欧盟内部 寻求统一行动 对抗全球 暖化等等的议题 已经构成威胁 他就认为 把种族和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极右派 为了维护国家的自然资产 和强化民族认同感 某些时候会举行 支持国内的环保政策 当然 当面对涉及需要透过国际合作 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时 就会采取批判的立场 就是反对的立场 其中最经典的问题就是全球暖化 欧盟为了对抗全球暖化而推行的绿色新政 也是正在走 也打开了 一些右翼政党的另类之路 但这条另类之路看来有些成效 看回认同与民主党的官方媒体 就会看到他们是充斥着对于 绿色新政的各种尖锐评论 这些尖锐评论其实就是批评 包括建筑 节能指数 欧洲就叫EPBD 描繪成 逼人家 是翻身家里的绿色十字军 将 正宁工业法 当中 鼓励使用 限布获和碳封存技术 就视为增加 生产成本和消费者负担的 元兇 元兇不是 但这是现实 真的会增加 亦指控传统的 燃油车向电动车 这种低碳转型 会伤害到欧洲本土汽车行业的 状况 更加说电动车只会令到中国获益 你记住 之前他们说另类选择党是 行众称众 现在这个另类选择党旗下的这些政党就不是 他也是肥中国 其实这些选择党根本是没有亲众 他们是亲自己利益 有些政策如果发大来说吸引选民 他就一样会批评中国 我相信 德国境内 另类选择党就是风力发电 最忠诚的反对者 近年来因为有助 和执政党不同的能源主张 获得大量民众的支持 风力发电其实之前 为什么德国在我战争之前 能源存 数量都不足够 因为风力发电是禍了 禍了 因为风 不是常常有 还有 早那几年 缺风的情况都很大 所以他们就存不够能源 偶像一个 非常漂亮的小镇风景余画 就是黑森州小镇 凯恩琴现在面临着 11座风力发电机可能带来的影响 民众就担心为了建设风力发电机 只可以是斩树 会导致 在森林当中100多只鹿和受保护的 这个叫红烟 这种酌料是没有归宿地的 这件事 说真的 另类选择党 如果他说这件事 也没有错 因为你是 为了风电而放弃其他环境 如果他的报告是真的话 我意思是 因为你不能这样 就是你有了风电 但是其他动物是绝种 没用的 在能源议题当中 其实支持 新能保护的另类选择党 所以我都说这些政党 他不是什么亲中 他只是亲自己 原来 在凯恩琴获得前所未有的支持 地方选举亦是 得票率大增 当地的居民就说 因为 对开发不满 所以就投给另类选择党 抗议当前执政党之日 这个绿党主导的能源政策 这个绿党 刚才如果这风力发电厂 真的要大量砍伐树木 其实你们也不是绿色的 是吧 这个 你自己也要想一想 究竟你是否真的绿色 看回原来绿色的革命 亦都是 为极右翼政党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舞台 除了是鄰近风场的住家之外 其实德国政府为了减少碳排放 取消了 农民 用柴油 以及 机械车辆的 优惠 令到农民很生气 从去年 开始就大量民众 去柏林开拖拉机抗争 记者现场也观察到 抗议的农民 除了一些普通农民之外 也有另类选择党的这些人士 农民就说 政府过去采取的税收优惠 对于中小农场来说 至关重要 取消补贴不单在 这个数字上是有 真真正正的损失 更加代表着 经营灵活性会不断缩减 迟早就没有饭吃了 为了适应 越来越紧的环保政策 环保政策当然是不重要 但你要有应对才行 若不是 那些人找不到吃 你自己都会被人 投了你下来 也是 会在欧洲议会选举当中落败 他们也说农场现在必须投入更多资金 是用于转型 取消补贴无疑对生活巨大冲击 在还未从疫情和我战争当中恢复过来的德国 现在德国就是欧洲病夫 欧战争当然是伤了他们很重 因为能源贵了很多 现在这么大的重击 对于农民来说是很难的 所以你整什么都说补贴取消 他们也很难过 民众每天面对通胀 和物价飙升 都会有很多问题 也要担心 因为能源价格的波动 所以 现在经营越来越难 近日记者也看到 有人说是什么事 疫情前拿出一张10元欧罗 可以买到两个 柏林、土耳其、撒奇马 还可以找到 现在 买一张10元欧罗都不够 通胀 通得很厉害 但是你的 人工追不上 当然极端主义 往往 是用在日常 它蔓延因为很多民众感受到日常的震动 因为我战争的确 要了很多企业的命 善长利用 是 动员的这些政党 它就用社交媒体 取得成功 刚刚 亦反映了弱势群体对现实的无力感 和年轻人对未来的不满 今年德国将欧洲议会选举 的投票年龄 向下调整到16岁 它以为不会支持 另类选择党 结果有很多人支持另类选择党的年轻人 原来超过100万名 增长的 世代 他们就成为手头续 这100万人可能阻有着欧洲议会选举的方向 打开社交媒体 其实另类选择党已经 颠覆了过去 这些传统建制政党的温和 以及 是向中间的 你记住 它颠覆了过去政党 对于他们的一种想法 就是他们很惹的 那些人多数看不正常 现在不是 它是温和化 以及向中间靠拢 这就吸引了更多支持者 我们之前说过 连中产也不少 这个原来 很搞笑 德国媒体说这个是极端主义正常化 就是表面上正常 但如果他这样说可能正常化了 他也知道有些东西向中间走 其实是否你们没有变得 以及你们思想没有改变 用几十年前的想法 亦不断将复杂的世界问题 简单化 这就是很多右翼政党做的 极左极右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以为用一个手段什么都能解决 亦是用手机可以看到 他们 很多的输出 比如联邦政府不喜欢你 欧盟现在正在操控 气候政策等等 亦强化自己真正 代言人的发声 亦说他们无据打压 所以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主流媒体经常打压他 又说源头他 就代表是反民主的话 其实你们也是会虚张的 因为就很恨你们 觉得你们打压他 其实这个 这个信条 在特朗普那里也是 越是多审讯 支持者就觉得他是被打压的 之前亦有美国媒体不愿意报特朗普的消息 其实这样也虚张 因为别人就觉得你小气 以及 觉得你是打压他 他可以发达来说 看看长期关注社交媒体的 这些资深人士 就像一位资深的记者 他就叫波曲 波曲 其实定期就在他的 电子报纸了解社交媒体当中 亦都说现在德国另立选择党 那你不要忘记 之前的社交媒体也成为了 你们所说 你们要支持的 莫里花革命的一个渠道 现在只是换了一个 人物 没有台没有变过 我们经常说TikTok的东西 其实都是看users 如果你觉得他错了 他就可以告他 但是 那些users 是不是代表TikTok呢 我就不觉得 我就不觉得 这件事很明确 当然 原来他也调查到 另类选择党的议员 他的战略性非常明显 将在国会政策演说的 罪事当中 调整成为 一些 是年轻人喜欢的短视频 希望更有效地传播他们的信息 对于德国 和全欧盟 全欧盟都可能向右转 所以他们也担心 最搞笑的是 美国现在 叫TikTok买了 之前拜登 也有开TikTok帐户 进驻TikTok 其实欧盟 也有高官 比如 德国总理索尔茨 近日宣告 要求联邦政府和其他部门 申请TikTok帐号 传统的政党似乎也深陷了这种 新数码空间消失的集体焦虑 新数码空间应该是TikTok 如果TikTok没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很大 但是看不到绿色革命所带来的经济 的好处 亦是令到很多年轻人 就宁愿选择党在 这些社交媒体上的 片 这些片很短的 传播力是挺强的 这个也是 他们 你说利用运用什么都好 反正他们就用了 其实欧洲议会选举举行 民粹主义者 现在就计划 对传统的建制政党 还是传统的政党 当然人家就觉得他做不了 但是现在的事实 做事都挺难的 民调就预测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会大幅 拿很多议席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领略选择党 美国的期刊外交 政策也说 这个也是自从1979年欧洲议会直选以来 首次预告 右翼将会占多数 而极右翼 他们就觉得极右势力 现在掌控欧洲 慢慢就会接管欧洲 欧洲 外交协会最近也说 这样也是标志着越来越多的人士向右转 他们对于欧洲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 外交政策扎子 也指出中间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和左傾 社会民主党将会预计 将会成为第一大和第二大政党 欧盟极右翼团体 刚才我说的领略选择党的小弟 应同于民主党者ID 以及 欧洲保守派 和改革主义党 ECR 支持率 亦会提高 但代价就是这个好交的六党 会遭殃 因为太交了 根据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最新的数据看到 民粹主义者可能是 在 奥地利、荷兰、法国、匈牙利、波兰、意大利 在内的九个国家得票最多 而西班牙和德国在内的其他九个国家 民粹主义者可能成为 支持到第二或者第三股势力 好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 还有法国的民族联盟 还有德国联盟党 他们 都是一些主要的 欧洲极右党 这三个党派 应该是会今次的欧洲选举当中突破的 其实 欧洲保守派 你说是不是很难呢 又不是 你说是不是很新奇呢 欧洲 保守派及改革主义者党 其实是由意大利总理兼 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的领导 就是 梅洛尼 在领导之下 成员也包括 瑞典 民主党 以及波兰 法律与公正党 法律与公正党 当然是一个极右政党 如果 这个匈牙利 这个西方 已经选了 这个独裁的 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领导的 清文盟 加入欧洲保守派及 改革主义党 这样欧洲的极右势力 可能最少就会占到四分之一席 所以专家也说如果欧盟最大的 跨国中间偏右政党 即欧洲人民党 欢迎极右政客加入 入区阵营 以及采取他们的政策 欧洲的权力 分配和平衡 将会向右谈 这个不单止对欧盟 共同 疫情产生重大影响 亦能影响 成员过决定关键政策的方式 自由派团队也说 中间右翼 要通过吸收 极右翼的政策 并且 和个别国家结盟 才可以 强化极右翼的力量 即是有些是中间偏右的人 和你一起才行 主要是任何这类的转变 都将 对整个欧洲产生重大的影响 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 乌克兰的战争 获得权力的这些极右分子 亦可能 将 共同防卫政策的 协调保持在最低的水平 即是不跟你说 讲白了就是 其实很多极右政党现在主张是恢复 边境管制 而这个亦都违反了欧盟人员 及货物自由流动基本规则 去年 德国的另类选择当中将欧盟描为失败的计划 瑞典民主党有充分理由认为重新评估 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究竟对不对 大家仍然怀疑 极右翼政党的成员对普京是怀有同情 上个月 有人 问到 普京之下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就说 纳亚伊尼 究竟他怎样死亡 其实很多人就说普京搞定他 我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他不是直接 我意思是他直接纳低他 应该是因为太艰苦了 那些地方搞到他自己 就是没了 另外意大利 联盟党领导人 撒威尼尼也回避了这个问题 大家都不敢直接这样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明镜党领导人 明镜党领导人